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那是你們 但是我們不知道 身穿黑色衣服的民眾 起個大早搶到排隊投降 想把新開賣的寶可夢公仔帶回家 不過沒想到 卻因為排隊標示問題 跟工作人員爆發口角 男子氣沖沖指控現場的排隊標示不明確 讓他被迫往後移奮而離場 引發排隊盛況不是沒原因 因為七款熱門的寶可夢公仔 包含肯泰羅 暴鯉龍 卡比獸 快龍模型 還有快龍加精靈球套組 尺寸只有手掌大小 相當可愛 大概九點到這裡 從伊朗過來 要領他的生日禮物 只不過系列模型 一支要價台幣兩千五 日本訂價八千八百元日圓 大約是新台幣一千八百一十一元 價差達七百塊將近有四成 民眾可以接受嗎 沒有 我喜歡就是捨得花錢 還是有一點比較貴一點點 看準暑假消費商機 超商業者推出航海王的極點活動 魯夫 索隆 喬巴等角色 超過三十款系列周邊商品 最低價一百九十九元 百貨業者則是聯合全台拔門市 舉辦跨世代的動漫公仔展 搜羅 寶可夢 航海王 火影忍者三大主題 超過六百個小型公仔 還有動漫雕像 各大業者磨刀霍霍 搶傷機 體驗新聞 今天是民集的台北超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